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市长蒋婉安 今天是春节廉假后开工第一天 感谢在春节期间仍然有许多公务人员轮职工作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让市政服务顺利进行 新的一年有许多市政建设要推动 需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来完成 期许各位同仁一定要以市民的需求为优先 提供更便明的服务 让市民感受到我们的用心效率 一起实现更多愿景 今天我们一起卷起衣袖 台北队又要开工了 我会当大家最强大的后盾 只要是对的事情 请各位拚落去就对了 让我们为市民朋友打造一座幸福的伟大城市 加油 蒋婉安妻子日前产下儿子喜迎三宝 蒋婉安也回应当三宝爸很辛苦 更开玩笑说看我的黑眼圈就知道 我想尽快我们都会确定三宝的名字 谢谢大家 三宝爸有特别的 大家看我的黑眼圈就知道 我想太太比较辛苦 因为她刚生完需要一些时间休养 但因为这次自然产 所以恢复得很快 三宝也很乖 是一个天使宝宝 睡得也很好 所以这部分很谢谢三宝的体谅 当然接下来等她做完月子 我们也在讨论怎么样安排时间 当然希望说能够尽量我们来照顾 那当然也很谢谢这段期间 我们的神救援阿公阿嬷 爷爷奶奶的帮忙照顾大宝二宝 那我想这部分也谢谢大家的祝福 另外市长也不忘宣传台湾灯会 说明开工祈愿与提升城市竞争力 其实这一次的台湾灯会 是睽違23年之后 再次回到台北举办 别具异议 所以我们很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 或是来自各县市的朋友 都可以来台北参与这一次的台湾灯会 来欣赏来逛逛来走走 那这一次的台湾灯会 其实是由交通部和台北市政府 我们共同合作 而且中央地方一起携手努力 我们也都有各自负责的灯区 所以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各自的责任灯区 我们都尊重每一位作者的设计 以及原创理念 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来台北 参与台湾灯会 当然也会跟各局处持续的盘点 我想包括将官的重大建设大巨蛋 包括交通内湖交通的问题 怎么样能够让台北市的路平 能够持续的推动完成 以及对于留住人才减轻年轻的负担 包括生育奖励等等 还有怎么样提高我们幼儿园的补助等等 这些我们都会来推动 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市民朋友安居乐业 那我们也都会跟市府团队牺手努力 我们其实一直都希望台北市的人口数能够增加 那我也在强调 其实希望人口数增加 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能够创造人口红利 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留在台北 那至于达到250万 达到这个标准依照相关的法规 我们该怎么做就会做 其实依照当时我们跟新北签订的行政契约 当时由新北出资 我们来代为新建 以及环一 整条路线都在新北市 所以依照契约到期 就应该要移交还给新北 所以目前我们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但最重要我们要确保旅客的权益不受影响 所以在整个移交过程不一定会让它非常顺利 我想依照大宗捷运法以及两个城市的共识 我想未来当权限包括南北换段完成之后 当然一定是有一家捷运公司 也就是一个主管地方政府来营运 这样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共识 光源台北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将从2月5号到19号间举行 规划中央展区 光展区等四大展区 也是首次作为城市型的灯会 交通局表示展区周边实施交通管制 呼吁民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 2023台湾灯会将在2月5号正式登场 四大展区范围横跨国富纪念馆 台北市政府东区商圈 松山文创园区 信义商圈以及四四南村 交通局表示周边道路将从2月1号起实施交通管制 并加密展区周遭捷运及公车班具 同时规划两线接驳公车 那整个灯会会分成四大展区 那有一座主灯六座副灯 那整个规划的范围大概是168公顷 超过300件以上的作品 那另外也会在12个行政区 有行政灯区的一个规划 那这个比较特别相较于往年 跟其他县市的比较不同地方 是这是一个城市型的灯会 那既然是一个城市型的灯会 在台北市来讲大众运输 还有就整个交通的管理 苏岛的部分其实相对的就是比较重要 那大概简要的说明一下 整个四大展区分成光源 未来还有中央展区 那中央展区是以国富金流管为核心 在他周边的部分 主要是中央的一个主灯的部分 那未来灯区是以市政府为核心 在周边我们有相关的一些布设 那另外光灯区的部分 主要是在这个以中校东路为廊带 从复兴一直到基隆到光复南路这个区间 大概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配合的路设 那圆灯区就是以松烟为主 以松烟为一个核心 周边也会有相关的一个规划 那整个交通苏岛的目标跟策略 我们的目标上是希望维持这个人流 车流的安全还有动线的顺畅 那另外就是整个这个公共运输的部分 尤其在台北市的公共运输相当的便捷 另外也会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平常日的时候 又在我们西医计划群周边 那减少展区这个周边对这些居民 或是上班人员的这些干扰 这大概是我们三个大的一个目标 那整个策略上会从大众运输的策略 时间空间一个分流 然后停车接口的一些规划 另外一个多层次多时段的一个管制 跟疏导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策略的一个目标 灯会期间我们针对阀南县淡水新一县 其实在这个夜间灯区展览的时候 大概都会有一些加密的一个班次 那这个部分捷律公司有做相关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比照这个跨年 可能人潮过度集中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这个国库津经历馆 有过站不停 或者是空车从市政府开始载客 往鼎鼓方向的一些配套措施 那人潮的部分也会因应这个人潮的状况 在这个捷律站的出户口 做相关的一个管制 那另外戴者新一县 在这个大安区间测的部分 也会延时直接到向山站 那公车的部分 周边大概有100多县的这个公车 也会在这个展灯的期间 会四人潮做一些班次的一个加密 那这边大概也跟相关大会有讨论 就是针对这个赏灯的动线 有做一些规划 那从什么地方进站 建议他从什么地方进站 有做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在灯区灯会的期间 我们有开设两线的这个灯会的接驳公车 一号线的部分主要是针对这个展区内 展区内的一个接驳 他就是绕行这个展区的部分 那二号线主要是从松山 火车站一直到展区里面 那他的这个班区大概是接驳公车 5到10分钟 然后票价的部分针对普通票 选生票跟军警票是5块钱 其他部分就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我们也提供很贴心的服务了 就是在这个展区的周边 我们有布设了5个这个免费的 富康巴士的服务站点 那有需求的这些生长的朋友 也可以在这些站点 达成到我们展区任何一个展区 都是免费的 交通管制部分 2月1号起国父纪念馆 及市政府周边部分道路 契机车格将禁止停车 2月4号起封闭市府周边部分道路 展区范围停车场也会调涨费率 因应这个活动的期间 有一些管制的路段跟时段 也简要的说明 那大家看得到这个是新人爱路的部分 那新人爱路是配合这个灯会期间 竞赛灯区的一个施工 所以我们从今年的1月9号到2月13号 是全时段的一个封闭 那在市府部的部分 因应这个预估的这个赏灯的人潮 不管是在这个国父纪念馆市府周边 所以我们在这个灯会的这个期间里面 6个 周六日总共有6天 我们会实施下午5点到晚上11点的一个管制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一个徒步范围 那一线路配合刚刚提到这个新人爱路的管制 我们在一线路也实施了这个吊坡的车道 原本是往南是三线 往北是一线调整成22的配置 那这时间目前都已经在实施了 那另外赏灯区5号活动开始 正式开始的第一天 下午会有一个采接游行的一个活动 那它的这个游行动线 是从市府周边的松阻路 绕行市府路一直到松高路 那针对这个采接游行 它有相关的人员表演团体等等 所以我们从2月4号的早上9点 一直到2月6号的早上6点 测场的时候 大概会分时分阶段做一个管制 那另外在这个灯会期间 我们针对这个展区周边的9个工友停电场 也会实施费率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会调整到50到60元每个小时 那另外针对外线市来的部分 刚刚前面有报告 就是这是一个都市型的一个这个灯会 所以我们不像像高雄屏东 我们有规划所有的专用的停车场 透过接活进到展区 那我们在外围其实都有一些 周边的一些那个停车的空间 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这个 如果是非得要自己开车前来的 不管是北部或东部的区域 他透过国道1号汽车交道 国山的南港交道进到展区 我们会建议他往这个南港的方向 做一个停放 然后再转乘接活车进到我们的展区周边 那如果是中部南部的这个游客的部分 会建议由国道1号原山交道 或者是木杂交道进到我们的黄区 那这部分会大概落在万华大和文山等区域 那这些区域也会希望他透过这个节域的部分 转乘或是公社都会进到我们展区周边 想要掌握灯会即时交通资讯 民众可以上2023台湾灯会网站 台北市即时交通资讯网灯会专区 或是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LINE官方账号查询更多详细资讯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迎接台湾灯会 松烟文创园区有三大必看的亮点 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意犹 拥有85年历史历久明星的松山文创园区 不到半分钟就能缝制好一颗钮扣 这是ReHaul的反复生活实验室 民众能在这里实际上机 使用工业用缝纫机体验六种车线 感受一日设计师的自由创作魅力 透过手作探索永续的各种可能性 原本是一件衬衫跟一件牛仔裤 这件牛仔裤的那个 所以他就把它做成这样子的创作方式 等于是再利用 对再利用 然后让它不一样 还有这间垃圾厨房 在大厨 零废兔的料理下 将回收材料所截取的塑料粒 做成碗盘 花器 甚至灯灶等生活小物 重新赋予废弃品新生命 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把我们主要的垃圾 直接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使用的东西 透过这不同的步骤 这两间都是以再生循环为主的 台湾新创品牌 从日据时期的烟草工厂 到现在的台湾原创发展基地 松山文创园区不仅有像米飞兔 久久的奇妙冒险等超人器展演活动 更多的是颇具创意的店家 引进松山文创园区就是希望打造 据国际级水平的永续文创园区 对于ESG或者是永续议题 我觉得文创园区更应该要有态度 所以在整个邀请一些品牌 进驻去做实现或实践 这个部分松山大概都小有成就 那我们讲说ESG总共有17项 松山自我先检合 我们大概有达到12项 那还有5项要继续前进 希望说在这里面找到一个 一般民众可以实践的生活样貌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第一阶段 在实践的 慢慢的在未来我们希望邀请更多 符合这个条件的品牌 可以进来进驻到圆区里面 各具特色产品多元的松山风格店家 也是文创聚落的府邑基地 更希望成为台湾文创人才创业的第一站 因为创作者很多 所以创作者第一站 我们还是希望说去 让我们的文创品牌的创作者第一站 是在松烟 他有不同的路径 我们去帮他规划他不同的路径的方式 包含说未来更具商业市场的那一条 其实每一个品牌在不同的阶段 都有不同的困难 他们都需要不同的帮忙 我们都会在这个阶段上面 不同的阶段上面陪伴他们 不仅看展、消费或手作体验 古董及了消防管线 与日式建筑风格的制烟厂房 都让松山文创园区 带有融融的历史氛围 园区方面还邀请团队 透过松山烟厂自然地景与环境 在原来的景观水池与林蔭小径 制作出装置艺术静光 这个需要手脚并用 金属与绳索结合 可以手脚并用摇晃行走 也能仰躺望向天空 让身心灵都放松 使文化资产保存在利用 更增添乐趣 一个是邀请设计师来跟空间做对话 它也是一种创作的第一站 那另外一种是在未来的三年 我们会更聚焦在文化内容面 希望说去实践更多的场域精神 我们也希望说邀请老员工回来 让这个松山烟厂85年的历史 可以继续的传唱 这个一代接一代 因台北大巨蛋即将开幕 所带来的人潮 松山文创园区也规划串联 新一区周边伙伴 形成无微强的博物馆 让民众充分体验文化及生活 我们希望经营的是一个文化的生活场域 让更多的民众可以来认识艺术家 或者是文化生活的各种可能性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里可以找到更多 有趣的事情跟乐趣 因为我觉得创意 一个是在这里发掘创意 第二个是在这里被启发创意 希望说在这么都会里面 可以不管是疗愈大家 或者是成为大家发表的舞台 我相信这是我们希望成为 国际型的文创园区 因台湾灯会睽違二三年重返台北 作为圆展区的松山文创园区 也规划有必看的三大亮点 邀请民众走春赏灯玩松烟 看古今活画 欣赏装置艺术及光雕 敬店家参与艺术与原创 体验舒压慢活的文化生活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过完年紧接着元宵节 市面上开始出现各种应景的 红白小汤圆或是包线的元宵等等 不过市售汤圆以及元宵 多半含有高热量高糖高油脂 台北市卫生局邀请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阳明院区营养师 教您小妙招让汤圆大变身 缤纷营养又健康 元宵节来临 民众不免吃汤圆应景 但市售汤圆及元宵 多半含有高热量高糖高油脂的成分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营养师 就设计六幅小汤圆 使用地瓜南瓜深绿色青菜 胡萝卜及黑白木耳等天然食材 简单动手制作 又可以摄取到类胡萝卜素 维生素 矿物质等营养素 另外核桃牛奶甜汤圆 利用坚果与种子类的香气 及低脂乳品类的甜味 取代砂糖等高热量汤底 达到减糖目的 让您吃汤圆少负担 首先是食材变换动手 降低热量这么做 因为其实一般市售的汤圆跟元宵 都是属于标志高热量的红灯食物 通常我们市售也是常用到是砂糖水 所以因此我们这次设计了六幅小汤圆 是希望利用紫色的地瓜、南瓜、深绿色的蔬菜 胡萝卜以及黑白木耳等六种的天然食材 然后可以利用它的颜色来进行就是散色 上色之外也可以摄取多一点的散质纤维、矿物质 然后另外我们也设计了核桃牛奶的甜汤圆 然后势必利用一些坚果冬子的香气 以及一些乳制品的甜味 来取代一些砂糖的高热量的汤底 来达到检糖的目的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一些天然食材的一些 就是它的颜色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摄取之外 还可以有多一点颜色的变化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利用南瓜、紫色地瓜、黑白木耳 以及红葡萄、绿色青菜等 来制作一些六色的汤圆 另外一个食谱是核桃牛奶甜汤圆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利用核桃以及鲜奶的甜味来取代砂糖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就是刚刚的六色汤圆之外 可以如果想吃甜的就可以利用这种 比较是减糖的汤底来达到就是说 可以在这个元宵节可以就是 就是比较轻松减糖的吃我们元宵的汤圆这样 汤圆的主成分还是糯米粉 所以如果你在元宵或前后有 不管是自己动手做还是在市售买汤圆的元宵的话 那吃了这个东西之后 记得你平常正餐的主食类应该要少一点 来做一个餐饮的平衡 那当然因为不免在这样的过程之中 会吃到一些近吃的糖在高化里面包着鲜 或者是甜汤或者是外购的话 那要记得其实在这几天的 精致的糖内包括饮料或者是一点甜食 也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来达到一个热量的一个平衡 那当然饮食过后的话 还是要有适量的运动 那适量运动除了可以消耗热量以外 它事实上可以帮助肠胃的蠕动 那也帮助这些糯米类 可能有比较容易脏气的问题 可以达到一些排挤 营养师也说明如何挑选糖原 能吃得更健康 那其实根据我们最新的 国人膳食营养状况调查 可以看到说我们其实 平常每日国人的膳食的摄取量 其实只达到一半 那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利用 全骨炸粮类或是蔬菜类 来透过搅打后不用过滤的方式 然后加进糯米一面 然后制作的糖原 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 或者是一些植化素的摄取 那这个是甜的部分 那如果咸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 像是香菇、铜汤、红萝卜等 一些蔬菜来食用 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 然后第三个部分 我们是希望说 因为有时候没办法自己做 其实我们就是会在外面买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 看清标示再来做选购 然后注意卫生以及保健康的部分 那其实因为我们市售的汤原物圆腔 所加的油脂糖分不一定 那所以其实民众其实都要看说 在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标示 每一份或者是每100公克所含的东西 所以我们进行去换算 在做那些热量、糖分上的比较 那如果说是在外面购买的一些手工汤原 其实都要注意说 当场的人员的环境 或者是人员手部卫生 然后场所环境、容器卫生等 来避免说买到不卫生的食品 以确保用餐的安全 云霄佳节居家吃汤原外 餐后也应该适量运动 消耗多余热量 也帮助肠胃蠕动 有助消化不容易脏气 记者问君 台北不到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祺团关心您 近日影集她和她的她受到广泛讨论 剧中女主角在高中时遭到老实侵犯 向家人及校方请诉却无法得到信任 造成难以抚平事件带来的创伤 而现实生活中性侵害案件 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常见 若是用陪伴和不责备的方式 帮助当事人发声求助 更能够协助当事人 顺利走过创伤复原之路 近日影集她和她的她受到广泛讨论 最终女主角林晨曦 在高中时期遭受老实侵犯 向家人及校方倾诉却无法得到信任 让林晨曦难以抚平事件带来的创伤 而现实生活中性侵害案件 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常见 根据卫生福利部的数据 2022上半年共有4519件性侵害事件通报 换算下来每60分钟 就有一个性侵害通报案例 不仅如此 更有高达9成是熟人性侵 根据统计 被害人与家害人属于伴侣关系的案件 就有38.9% 其次是家庭成员占18.1% 当而遭到亲近的熟人侵犯 被害人口音惊吓 无法及时釐清自己的遭遇 而选择压抑不向外求助 使他们容易遭旁人之疑 平常讲的就是很典型的 被害人就是一直哭啊 有些被害人他其实是表现得很冷静 因为他就一直撑在那里 所以外面人旁边也会觉得 你说你发生那个事 可是你还是可以照样吃饭 照样上学 所以他们就再往前推论 这件事是假 所以我觉得整个对被害人的那个迷思 就是怀疑这件事是假的 社会常出现对完美被害人的刻板印象 但自商是强调 每位性侵被害人都有不同的反应和情绪 有些人容易因震惊 错愕害怕等复杂情绪 出现头痛失眠的症状 有些更会自我贬低或自责 那有可能他会透过一些行为 例如说可能想要伤害自己的行为 来阻止来降低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感受 那最后一个其实是 比较可能是在性侵害的当事人 可能会出现就是他可能会不经意 或是不断的回想到他过去 过去事件的一个创伤的一个场景 一个感受等等 那其实是无来由的 那对于当事人来说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性侵害事件过后 身边亲近有人 往往会感到心急难过以及气愤 希望帮助当事人赶快好起来 这样的心态却可能导致当事人不愿表达真实情绪 对此长期关注性侵害议题的例行基金会 提出听、问、接、找四大原则 给予大众一个合适的方式 来协助身旁的受害亲友 除了日常生活中亲近有人的协助外 专业资商心理师或辅导员 则扮演修复创伤的重要角色 不仅帮助当事人稳定情绪 也协助当事人重新建立安全感与调试生活步调 我觉得至少可以让他 比如说情绪有宣泄的出口 找到一些就是 如何安抚自己的焦虑害怕紧张的方式 其实对他们在恢复就是生活的部分 其实就已经是蛮重要的了 面对性侵害事件 社会大众常以完美被害人的迷思、检视、评价 若是用陪伴与不责备的方式 帮助当事人发生求助 更能够协助当事人顺利走过创伤复原之路 记者彭佳辉、蔡文鑫综合采访报道 国民法官制度从元旦开始 您将有可能和法官一同在法庭内 审理重大刑事案件 国民法官能够参与 最亲十年以上刑事重罪的审判 在审判过程中 将由三位职业法官、六位国民法官一同审理 国民法官制度即将上路 从明年开始 您将有可能与法官一同在法庭内 审理重大刑事案件 国民法官能够参与最亲十年以上刑事重罪的审判 在审判过程中将由三位职业法官、六位国民法官一同审理 希望借此提升司法透明度 也期望做出更公正的审判 经由国民法官跟法官判出来的 我觉得还是会比较公开公正一点 因为法官不再是他们自己在审判 国民法官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国民法官将以随机抽选的方式 挑选符合条件的民众加入审判 必须是年满23岁 在法院管辖区居住四个月以上 也不能具有法律专业背景 必须有高中职以上学历 且不在法律、政治、军事、警察 这四个领域服务 并被法院认定能公正审判的民众 有部分人担心 国民法官是否可以升任重要的审判角色 他们没有接受体制上的审判训练 可能容易受到职业法官的言论而影响角色 或是感情用事 都有可能影响审理过程的公正性 那法官也必须要最后要去维持说 这个国民参与审判程序 是一个公正客观理性 是一个符合证据裁判 然后公平审判的程序 所以他一定某种程度的话 他一定会去做一个 适切的去领导案件的一个进行 国民法官新制的实施 引发的不只是对于审判程序的争议 更影响整个司法体系 其中包含了律师接案的意愿 你问我以后要不要接国民法官案件 我一定跟你说不要 因为太累了 你要想想看 他如果连续审理八天好了 那我们八天都不能接其他案件 没有人愿意接国民法官 那问题是什么 国民法官案件就会掉到法府 对整个司法体系造成什么负担 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国民法官即将上路 其存在的争议让许多人感到不安 司法院透过影片漫画等方式宣导 也举办国民法官特展与多次模拟法庭 帮助民众更了解身为国民法官的全命义务 那我希望就是模拟法庭这件事 他能够更容易普及啦 他这个应该被纳入我们更正规的教育课程里面 例如我平常公民课里面就有在讲国民法官 或是有模拟法庭这个活动 我觉得会更好 然后其他的面向的话 我会觉得人民或是有机会当国民法官的人啦 我觉得他可以至少花一点时间去看看 国民法官法号到底规范了什么 对于国民法官制度各界有不同看法 不过新制度拉近社会大众和司法审判的距离 也让法官得以和国民沟通 但是民众在租借时仍然会遇到无车可借或是无处归还的状况 U-bike 1.0拆除后2.0量能不足成为退场后民众的首要担忧 服务台北市民超过13年的U-bike 1.0已经全面停止营运 也象征U-bike 1.0在台北市走入历史 使用年限达标的车辆回收后将会直接报废 未达标的通过车况评估后会做后续的利用 U-bike 2.0的使用已经超过90% 当U-bike 1.0的使用量跟周转率下降之后 我们就会来做一个全面退场 台北市目前设有1231个U-bike 2.0站点 但民众在租借时仍会遇到无车可借或无处可还的状况 U-bike 1.0拆除后2.0量能不足成为退场后民众的首要担忧 我要嘛就是要还车全都满 要嘛就是要接车全都没有 它原本的停车方可能就是要让给2.0去使用 维持一样的数量那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而对此交通局表示 虽然陆续接获民众建议增加站点 但仍需先进行评估与规划 台北市10号以后将全面撤换为U-bike 2.0系统 民众将无法在台北市租还U-bike 1.0 许多人担心从新北市骑乘至台北市的租还问题 根据新北市交通局统计 一天约有4000位骑乘民众往返双北 目前已经有8成以上使用U-bike 2.0 双北政府正积极减缓U-bike 1.0推厂后 对民众造成的冲击 我觉得应该是双北之前可能要沟通说一起退场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不然说因为新北现在有1.0的情况 可能两边还车就比较不太方便 新北市境内比较热门租借的跨市租还的那些旅市资料 我们会捞出来在车柱上面我们会张贴提醒标语 连接到台北市的主要的桥梁跟自行车道 我们也去设置了将近有200多面的一个标志排面 这几天甚至于未来的一个月都会不断的在提醒 发送简讯来提醒他 就请你使用2.0 U-bike 1.0工程升退 不过由于U-bike 2.0在新北市发展较台北市晚 最后一批U-bike 1.0也是2021年才完成建制 新北市每根进车换U-bike 1.0的计划 跨市骑乘议题仍是民众瞩目的焦点 跟我们新北市交接除了台北以外 还有桃园市 那桃园市目前的公共自行车系统也还是U-bike 1.0 那也有这个跨市骑乘的民众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才把这个系统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维持 一个双系统的一个服务 让114年底以前我们会把1.0去做一个全面的汰换 未来新北民众如果将U-bike 1.0骑至台北市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会协助回收车辆 针对U-bike 2.0数量及暂点是否足够 目前也已经实施无位可还 可以免费征实15分钟 若暂点使用率高将增设U-bike 2.0租位 若暂点使用率低 也会规划成绿化空间或七级车停车格等公共设施 舒缓U-bike 系统升级过程的阵痛 记者李念廷 陈萌华谷员台北采访报导 这座注立在松烟口七米高的竹编艺术 《我们在这》由艺术家王文志所创作 透过竹编艺术编织出多元文化融合和新著名的坚定心智 台北市长蒋万安更在作品前签名留念 2023台湾灯会进入倒数阶段 蒋万安特别到四大展区之一的松烟文创园区 抢先开箱圆展区的亮点作品 为台湾灯会暖身 这座注立在松烟口七米高的竹编艺术《我们在这》 由艺术家王文志所创作 透过竹编艺术编织出多元文化融合 与新著名的坚定心智 台北市长蒋万安更在作品前签名留念 2023台湾灯会进入倒数阶段 蒋万安特别到四大展区之一的松烟文创园区 抢先开箱圆展区的亮点作品 为时隔23年从回台北举办的台湾灯会暖身 我们回23年之后台湾灯会再次回到台北举办 这次我们有四大展区 包括今天来到的圆展区 光展区 中央展区 以及未来展区 那今天这个圆展区 圆这个字有圆字来源的意思 也取多元的谐音 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 包括有客家新住民 原住民等多元的文化 在这个展区呈现 那我们很希望说 灯会期间所有的好朋友 都可以来走走来逛逛 那至于人潮的部分 过往的经验 都是在开幕第一天 人潮会最多 以及一假日 就周末的晚上 人潮会比较多 那相关人流动线的规划 以及交通等等 我们相关局处 也都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 在松烟文创园区 总监陈云秀导览下 蒋万安一行人 紧接着走进巴洛克花园 观看由阿美族 艺术家创作的作品 和祖林对话的路径 戴上情人戴 披挂上情人戴的蒋万安 更充当助手 与艺术家一起完成 最后的组装工作 3 2 1 与祖林对话的路径 热烈掌声 这组长宽达15米的巨型火塘造型作品 以360度穿透式赏灯视角 搭配金曲及主题乐曲 呈现原住民族 对于祖林信仰的文化传承 与期望疫情能如火炬产生的烟斑水风消逝 这是一种部落的仪式 其实我们用透过白烟指向天气 那个烟其实会带领我们的话语到祖林的基所 我们祈求和告知是祖林 是祖人和祖林对话的仪式 透过这件作品和祖林对话的路径 也祝福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平安度过这个疫情 江湾等人最后来到园区生态湖畔 有艺术团队所打造的岛上的女人树 这是台湾首次客家诗歌主题灯区 透过岛中的客家女子塑像 加上湖中漂浮的互动灯饰 全是客家勤俭持家的传统文化 女人树上面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一个竹编的方式 所以在客家的一个灯区里面最主要是 希望能够把传统跟创新科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湖面上面晚上会有LED灯的一个变化 去打亮的这个女人树 也是象征整个比较客家族群内敛 灵力动作快速勤俭持家的一个精神 贾丸表示圆展区希望呈现的就是多元共荣 圆区内共有超过20件新著名客家及原著名族灯饰作品 利用不同族群间的语言文字、音乐旋律 与图腾符号进行创作 呈现各个族群的文化之美 也象征台湾族群融合的具体成果 我们不只是有原著名、有客家文化、有新著名等等 就是希望透过灯会的方式呈现出来 让所有的好朋友认识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设计师、各位总监导演 大家这么用心的付出、规划 让我们这一次整个作业的准备非常的顺利 那当然接下来马上在不到几重时间就是灯会 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灯会让所有的好朋友来到台北 除了亲近台北也能够爱上台北 那同时也能借由这样的机会 体验到很多我们不同多元的文化 除了各族群灯饰作品外 松烟文创园区也串联 园区内16个店家举办朝东感谢庆 有多档展演活动同步登场 包括米飞兔周年创作展等 另外台湾灯会复灯 台湾兔给乐也预计在1月底 在松烟园区文化广场亮相 邀请大家日赏灯夜赏光 循着光的轨迹体验光源台北的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举办 筹备至今获得许多企业支持 丰富物资力挺灯会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特地出席行销活动 期盼崭新面貌打开无限可能 2023台湾灯会是国境解封后 首场国际大型活动 规划四大展区一座主灯六座副灯 范围达168公顷 300件以上作品 以及串联12个行政灯区 近期公布灯会标配物资 尤其也支持 像是民众要找现场的志工 只要认明这点就能快速找到 那我们这次的赚度呢非常特别 我们今天是希望呼应 我们在环保上面的作为 因为气候变迁是非常的严峻 而富邦集团呢 不管是台湾大队大或是富邦金控 在这几年一直持续的倡导ESG 那我们在2021年也推广 推动了一个Run for Green的计划 这个就是跟包含台北 马拉松在内的马拉松的赛事单位 一起来倡议的Run for Green 奔向绿色的计划 我们会为跑满40公里的跑者 种下一棵树 那这个部分呢 特别是也很感谢就是台北市政府 在马拉松赛事的一个响应 以及灯节这个部分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次的灯节 就像他的市长所言 这次是国境解封以来的第一场的一个国际的赛事 那我也非常期望在街灯上面看到很多活泼的小兔子 而兔子的跳跃跟这个灯会的光明 其实就像我们共同推动的正向的力量 一样的一个呼应 今年的灯会是睽違了23年 回到台北举办 也是台北开春之后第一场大型的国际活动 回想23年前 我才刚出生 开玩笑 23年前 我已经21岁了 那到23年后的今年 我们再次举办台湾灯会 我想不只是台湾的骄傲 也是台北的光荣 那其实我想这一次台湾灯会在台北举办 我们是用光源台北当一个主题 而且我们是用城市光廊的概念 来打造这一次的灯会 我们用各式的艺术灯饰 来装点这一次整个台北城市的廊道 所以让我们这个灯会 能够融入市民朋友的日常生活 那我们预期会有超过1000万人次的到访 而且会有210亿的产值 所以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国内外的观光客 一起来品味台北 那这一次我们都会在台北 可以能够顺利的筹备 以及接下来举办 我想很重要 我们有非常多的企业朋友 来支持结合了企业的力量 另外我也想提一点 也就是过去三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于台湾民众的生活 以及很多产业 有了严重的冲击 但是也因为有我们在地的企业 还有社会的力量 社会各界 大家共同的付出 才撑起了台湾的经济 所以我想大家透过社会的参与 能够让台湾更好 这一点我们非常的感谢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很希望 让台湾灯会是属于每一位民众 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 让世界看到台北 而且让台北能够创造无限的可能 昨天我也特别到交通局 听取相关的业务报告 也特别请交通局在这一次 我们台湾灯会在台北举办 可能带来的人潮进行相关的规划 确保我们的人潮能够 安全的疏散 然后大家愉快的来安全的回家 蒋万安也身穿工作人员服装 推广灯会提供的周边产品 藉由各方企业参与 整合资源与创意行销台北 另外蒋万安市长也在受访时 提到近期被人质疑 人事上的低配与成会决定 他回应尊重各方意见 我想大家有好的建议我们都接受 那其实至于成会的部分 我想我们之前也强调 经过第一周的试运行 我们也凝聚控制 绝对是以效率为最高的原则 以议题为主导向 而且以解决问题为重要的目标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就是 会透过周一周四成会 以及午餐汇报的方式来进行 同样的我想我们绝对 会以最高的效率来进行 相关施政的讨论跟推动 那最重要的 我们其实也都尊重 每一个团队都有不同运作模式 但重点是 我们不要被行事主义所帮助 而是要有弹性 要更有效率 因为我们经过第一周运行 我们觉得一个星期 透过一个程会 一个午餐汇报的方式 目前运行是比较有效率 我想这个方面 我们会先这样子进行 然后我们也会 针对不同的重点施政议题 来讨论 而最重要的是 面对市民关系的议题 要来解决 关于内科协会 有抛出交通船的构效 蒋万安也给予回应 其实内湖交通的问题 这是牵涉到整体的都市规划 这关乎人民日常的生活 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证重点 所以我在上任的第一周 就马上亲自到了内湖 实地去了解整个车流量的状况 我也到了提醒大道港前路段 去了解在尖峰时段路口 整个塞车情形 那昨天我们也特别请了交通局 以及产发局到内科去跟所有的相关企业 来了解 听取他们的建议 所以第一个 您刚提到 这个水路运输的部分 的确是有企业提出这样的建议 但是这个部分 也要考量到整个基隆河的水力 包括清淤 包括潮汐等等 那根据过往的评估 困难度是比较高 但是这个部分 我们会再跟企业来讨论 这次的灯会有周边商品 例如兔尔登 光源兔 是由灯会官方网站购买 还有中央制作的小提灯 但是登记领取的方式都不一样 讲完回应 这部分有听到民众反应 会请相关局处 跟中央协调之后再说明 记者汪君台北报道 您好欢迎收看中央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内阁改组前基隆市长林又昌 确定接任内政部长 市长谢国良除了表示 恭喜祝福 也将前往拜访林又昌部长 争取基隆升格成为直辖市 针对前基隆市长林又昌 接任内政部长 市长谢国良表示 除了给予满满的祝福之外 也将拜会林又昌部长 争取基隆成为直辖市 之前就有耳闻可能会掌管内政部 那我个人觉得非常开心 先恭喜林又昌林市长 能够接任内政部的部长 那对于基隆而言 我觉得我曾经在第一个市政会议 就提出过 希望基隆能够升格成直辖市 这个议题包括林部长 在林市长任内都也曾经积极推动过 反正无论如何就是要让基隆市民 跟北北陶的市民一样 拥有直辖市的待遇 就这一点我想我非常期待去拜访 林又昌林部长 跟大家共同一起来讨论 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案 我觉得基隆市民都很乐意 能够想要了解 未来如何能够有效的 升格成直辖市 并且透过财政收支划分的方式 让基隆取得更多的预算跟分配 所以这一点未来 一方面恭喜林又昌林部长 一方面未来我会择棋去拜访他 期待能够有一个有效而公开的讨论 可以帮基隆市升格成为直辖市 前后任的基隆市长都希望 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这可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也希望这样的环境跟条件下 基隆能够美梦成真 争取到更多资源 为基隆市民争取更多福利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期谈关心您 年后开工基隆市政府举行新春团拜 也是基隆市长谢国良上任后的第一次新春团拜 谢国良除了跟市政府同仁互道恭喜之外 也将带领市府团队以同理心 为市民来打造温暖有爱的基隆 年后开工上班 基隆市政府在四楼礼堂举行新春团拜 市长谢国良协同副市长邱佩玲 向市府同仁互道恭喜 副议长杨秀玉与多位市议员等贵宾 也到场参与新春团拜活动 大家彼此互道新年祝福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 新春团拜后市长谢国良与副市长邱佩玲 也在门口两侧一一发送新春红包给市府同仁 现场充满喜气洋洋的过年气氛 这是市长谢国良上任后的第一个新春团拜 除了祝福市府同仁新年快乐 他也期许将带领市府团队 以同理心来打造一个温暖有爱的基隆 首先先感谢锦销同仁在过年期间非常的忙碌 那也在继续执行他们的工作 另外我也期免跟我的市府同仁 未来在新的一年要做有感的施政 要让大家觉得基隆市是温暖友善的一个环境跟地方 那我刚刚有提到的几个重要的政策 包括行人友善干净家园 这些都是基隆市应该基本上就要必备的一个城市环境 另外我们也努力的积极在推动招商 跟引进更多的产业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重点的工作之一 那我们都会积极的进行 那我勉励同仁大家都积极的认识 然后跟我们一起讨论共同形成决策 然后来执行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政府想为大家积极做事 这样子的一个心境 另外各居住的业务 也感谢大家在工作岗位上面 继续的努力来推动 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跟国粮一起来讨论协商的 我的办公室随时为大家来开 一起跟大家来共商解决 谢管梁市长也祝福所有的市民朋友新年快乐 他将带领市府团队好好为基隆来打拼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受到疫情影响 睽違三年中段举办的基隆市议会新春团拜 今兔年再度举行 议长佟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陪同基隆市议员们 期许新的一年市议会和市政府合作 让市政更好 也祝福市民好朋友 红兔大展一展所藏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福年行大力 新年快乐 福年行大力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 一起陪同基隆市议会各党派市议员们 以及出席的包括市政府官员等贵宾们 除了胡道恭喜 也向所有基隆市民好朋友拜年 议长佟子委期许新的一年 和市政府共同合作 让市政更好 非常崭新的新气象 我想政治是一种志愿 我们必须实施热情跟判断力 然后来努力一起来为基隆市政打拼 我想基隆市议会跟基隆市政府 未来在崭新的一年 以及未来这一届 都会来努力的合作 让我们的市政可以更好 那我想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跟照顾我们所有的议员 也在这边跟大家说恭喜 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的支持 让我们有机会 来为市民继续来服务 那我们希望新的一年开始 我们的市政可以持续的往前进 未来的四年 基隆市台湾头 会成为台湾的骄傲 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副议长杨秀玉也祝福市民好朋友 红兔大展一展所长 在这里简单二要 在新的一年里祝福我们所有的这个 现场的好朋友 议会的贵宾 在新的一年里 红兔大展一展所长 谢谢大家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带领市政府团队 一起来参加基隆市议会的新春团拜 同时期许在议会监督下 和议会洗手合作 好好做出对市民朋友有帮助的施政 期待未来可以跟议会洗手合作 接受议会的监督 好好的做对于市民朋友有帮助的施政 国良在这边会用努力跟谦卑的心情 来听从议会对我们的一个监督跟指导 那我们也会重视议员给我们的意见 那我们会好好努力做出一些成绩 跟议员一起对市民朋友交代 在这边祝大家新的一年 心想事成 事实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 副市长邱佩玲则是希望在市议会合作下 让基隆变成一个有爱更好的城市 第一次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 非常荣幸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可以为基隆市府一起努力 让基隆市民骄傲 我们会在市议会的合作之下 让基隆变成一个有爱更好的城市 再次跟每一个人说新年快乐 谢谢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谢谢 新年快乐 谢谢 随后由议长佟子委 副议长杨秀玉 以及市议员们分别发送十元红包 给与会的来宾们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何家平安 一切顺心如意 新年快乐 祝年行大力 新年快乐 祝年行大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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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佳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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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集团关心您 你有一个从小住到大的家 你想跟孩子们保留这温馨的回忆 但你知道这个房子该做补强了吗 民国88年以前因法规标准较低 因此房屋耐震能力较弱 尤其是棋楼挑空 顶楼有家盖等不重脚轻的房子 地震来时可能造成底层破坏 内政部营建署提供私有建筑物耐震阶段性补强 最高补助220万元 补强做得好地震少烦恼 好像打开开关一样 大幅进步 可以清楚诊断每个同学的需求 教育AI 英才网 开启台湾数位学习的契机 见证一段全新的师生关系 分享快乐与自信的秘诀 英才师教 英才网 营养化碳终结者 纳克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聚检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价在犯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价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迷动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妈妈虽然打流感疫苗 嘿 不要跑 姐妹您好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陈时中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你也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还健康哦